看上去凶悍 实则爱笑的饱子 是戎城市小有名气的鱼饭 自送外号 海鲜搬运工 几乎不休息 我都瘦了一百多斤了 今天是休鱼前的最后一天 它要趁机收获最后一批来自深海的真修 饱子想要的美味是一种深海鱼 三个小时前 正从捕捞船转移到运输船上 再由运输船运送到码头 船只还未靠岸 饱子早已等候在码头 这里三面环海 休鱼前的最后一天 渔船满载而归 一框框新鲜的鱼货从渔船卸下 一番精挑细旋后 除了日常运送的鱼虾 饱子终于找到了最心仪的美味 安康鱼 安康鱼是一种遍布于海底 五十米到一百米深的深海鱼 依靠背上的一只形似灯笼 能发光的尼尔进行捕食 安康鱼虽然青面獠牙 味道却是一流 鱼肉低汁低热 鸡肉纤维韧痰 而且胶质丰富 吃安康鱼的幸福 只有懂它的人体会最深 这种的像不像活动的 新鲜捕捞的海鲜 必须尽快送到饭店 才能最大限度保鲜 在各个饭店 安康鱼因独特的滋味广受欢迎 在荣城 安康鱼的价格十分亲民 但可食用的部位却很多 鱼肉 鱼皮 鱼肝 鱼味等皆可入赚 安康鱼搭配火锅 弹嫩的鱼肉 与沸腾的汤底碰撞翻滚 让人文味心动 无花果炖安康鱼 为鱼香增添一抹香甜底色 让人欲罢不能 青红椒爆炒鱼肚 更是好吃 柔软的安康鱼肚切丝 用辣椒来炒 脆嫩爽口 白蓝地蒸鱼肝 酒香裹挟着鱼肝 味道更为柔细清爽 比鹅肝少一分油腻 比鸭肝多一分细致 这恰到好处的滋味 禁得住 长久回味 送货结束 宝子特意留下两条肥硕的安康鱼 今天是母亲的生日 她们将是餐桌上的主角 这两条五千克的安康鱼 在生日宴上 她们将化身两种美味 母亲的安康鱼水饺 媳妇的酱闷安康鱼 海边的人习惯用海鲜来煲饺子 在肉馅的风鱼中 又多出一缕鲜美 除了最常见的霸鱼饺子 荣城人还喜欢用安康鱼来煲饺子 和海鲜饺子最搭配的蔬菜是韭菜 最能衬托出海鲜的鲜味 在宝子家 韭菜与安康鱼的结合是母亲的味道 每逢大日子 她从不缺席 将安康鱼洗净切块 准备好葱 姜 蒜等一种配料 饱子烧火 媳妇掌勺 想当年 凭借一手酱闷安康鱼 媳妇俘获了饱子的胃 更俘获了她的心 将葱姜蒜 八角 花椒等煸炒出香气 放入适量豆瓣酱和甜面酱 待酱汁浓郁化开 放入切好的安康鱼 添一瓢水 盖上锅盖 柴火加持 锅中的美味蓄势待发 屋内 韭菜的鲜香与鱼肉的嫩滑相互交融 在沸水中发生妙不可言的转化 院中 酱汁的浸润促使鱼肉润诺宜人 跳动的咕噜声令人味蕾大动 降闷安康鱼 唇香富裕 安康鱼水饺 鲜香滑嫩 母亲的生日 宝子特意选择安康鱼 寓意祝福母亲幸福安康 家人的欢笑与美味碰撞交汇 便是平凡人家相聚的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